Sumannika 我是哲哲 今天我們要來看看泰國 甚至是像大家說的那樣 那麼適合住人 今天我們非常高興請到特別來賓 Elly Elly呢 是嫁到泰國來的台灣人 哲哲呢 是流浪到泰國的台灣人 Elly 在這裡幾年啦 一年 是很久 我在這裡呢 五年 因為兩個人都做YouTube嘛 所以常常會被問到說 要怎麼移民泰國啊 住起來舒服不舒服 我們今天呢 就以一個 長期居住在泰國的角色來告訴你 台灣住比較舒服 還是泰國住比較舒服 今天講的事情 都會是我們在台灣 跟泰國生活經驗的總結 基本上都是我們個人的意見 沒有對也沒有錯 如果你有任何的同意或不同意呢 就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如果你想要罵我的話呢 你就去Elly的頻道罵 我幹嘛 如果你想要稱讚我的話 你就在我的頻道稱讚我 留言吧 我一定要想多多留言 今天的遊戲規則呢 非常簡單 就是我們會從 十一住行 娛樂來看 哪一個地方最適合住人 如果我們覺得台灣比較適合住人的話呢 我們會舉牌 如果我們覺得泰國比較適合住人 我們會舉牌 真的嗎? 好 我們現在就開始 第一個 食物 哪裡的食物最好吃 台灣 為什麼你選台灣? 因為我不喜歡太辣的食物 我覺得泰國的食物 它口味比較雜 口味比較雜 是比較多是不是 對 我喜歡吃比較清淡的食物 所以我一開始也是覺得 清淡的食物比較好 可是因為在泰國待了五年之後 開始習慣重國味 回到台灣之後呢 我就覺得 欸 怎麼都沒有味道 味精多放一點好不好 拜託各位 泰國人超喜歡吃味精 第二個題目呢 就是 衣服的部分 在哪裡呢 你覺得衣服最適合住人 我應該怎麼講 如果身為一個外國人 你移民到台灣 跟移民到泰國 你會比較喜歡哪裡的衣服 就女生而言 泰國女生真的很會打敗 所以我還蠻喜歡泰國女生的服裝風格 在台灣的習慣是 素顏是OK的 但是泰國女不化妝是一件不禮貌的事情 所以他們從很小女生就會開始化妝 穿耳洞 喔 穿耳洞 就對 因為以前我在中學教書 然後在大學教過書 所以每個女生他們都會化妝才出門 他們覺得這是一種禮貌 有點像是日本人的概念 對 可是我反而比較喜歡台灣的風格 因為台灣的風格是比較 偏那種歐美啊 日系列比較素的 對 然後泰國的風格是比較 花式 就個人的習慣啦 接下來 我們要來看 衣服的部分 是唯一一個外國人 在哪裡住起來最舒服 天啊 這個有很多因素 就最簡單的印象 泰國 欸 我們答對很不一樣耶 為什麼覺得是台灣 我是台灣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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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在那個海泰 搬到這邊就變泰國了 但是我真的覺得泰國比較舒服 因為租金少小 但是你可以租到還不錯的房型 而且房子都是新的 這個我同意 在泰國七千多塊 你可以租到套房 有冷氣 雖然可能不含水電 但是那個地點一定是好的 可是我覺得我比較喜歡在台灣住的部分 如果不論房價的話 我覺得 喔 對 因為在泰國我遇到過很多 不太負責任的房東 其實在泰國這邊很多都是中間的中間 它根本不管你 冷氣壞掉 或者電電壞掉 他們不會來說 現在其實最麻煩的是簽約的問題 你知道嗎 現在呢 在泰國 如果你現在是學生簽 你需要跟民屬註冊說 你現在住在哪個位置 這個是需要房東下去註冊的 喔 對對對對 這個非常的麻煩 如果你今天遇到一個不負責任的房東 真的是很頭髮 我有一個朋友 他在泰國啊 他的冷氣壞掉 他就跟他的房東說 他回什麼你知道嗎 啊你就去買電風扇啊 哈哈 很洩氣耶 聽到這種話 這台灣人會怎麼處理啊 客訴 客訴 報警 那為什麼泰國人他可以忍受這種房 我覺得泰國人本身容忍度比較高 喔 對 倡議也很少 喔 對對對 可能是文化差異吧 我也不會說誰比較好誰比較壞 我只能說 台灣人不少 對 台灣人不少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 行 就是交通的部分 我想我們應該都有答的 說為一個外國人 在哪裡的交通 比較適合住人 啊 這個我們都知道為什麼了 因為曼谷是出了名的 Rodding Rodding 就是塞車 它是全世界好像數一數二塞車有名的國家 可是我覺得因為他們很塞 所以他們會有各式各樣的交通方式給你選擇 比方說在泰國 如果你沒有辦法坐鄉行車那種計程車的話 你就可以坐摩托車的計程車 然後你在哪裡都可以坐 還有都督車 還有Rodding Town 雙條車 雙條車 就是他們會有各種各樣的選擇 在這一點上我覺得比台灣方便 但是我覺得比較起來台灣的公車 其實它可以到很多地方 但相對的曼谷的公車資訊就沒有那麼健全 對他們沒有一個線上的即時網站 可是曼谷的公車超爆便宜的 對 如果沒有冷氣的話 最便宜6塊錢 但現在漲成10塊錢 10塊是很便宜啊 10塊是很便宜 就是你現在台灣10塊錢 連蛋捲冰淇淋都買不到欸 對這招是真的 但是有冷氣的話是15塊錢左右 13到15塊看你的距離 然後會有那個車長小姐來幫你收拼 對 他會問你到哪裡 所以這時候你們看我要有一點點好像都 不然你無法問答 其實最簡單的方式就是你上車 然後告訴他說你要去哪 他就直接告訴你家 對 對 其實這個還蠻簡單 但是我覺得最困難的是 你不確定那台車 到底有沒有經過你要去的地方 這個時候你可以 打開Google Map 可是公車通常不會準你知道嗎 我覺得Google Map在台灣非常的好用 對 可是在泰國 那個資訊沒有那麼的即時 比方說他可能這個公車這樣換 可是Google Map沒有更新 所以你就會走到那邊的時候就 怎麼沒有公車 好我們來看下一個主題 慾教育的部分 身為一個外國人 如果你有小孩 你自己想要進行學完 你覺得在哪裡受教育比較健全 一致認為是台灣 其實我還蠻不喜歡在泰國大學生 還要穿制服這件事情 有一些泰國大學生他們非常驕傲 可以穿制服 因為我自己是在台灣受教育 但我也在這裡工作過 從事教育產業 那也下過這裡的語言中心 我會在這裡念過去 天啊我做過好多事喔 我覺得泰國的教育 從我教書的時候 可以發現泰國的學生比較 互動性沒那麼高 可是呢可是呢可是呢 泰國的學生非常的乖 我要講一個故事 那個時候我教育的東西嘛 然後有一些阿嬤阿公阿小學生阿大學生 就混在一班上出幾中文 有一個阿嬤阿他就要來問問題 他就走過來對不對 然後就跪下來 他在桌上然後這樣子問我問題 因為你就在桌上 對 如果他站著的話就會變大 對 好尊重老師喔 頭是一個輩分的象徵 你的頭不可以比長輩高 那個阿嬤很尊敬我 因為我是老師 所以他就跪下來 我那個時候就覺得 阿嬤你不要跪下來 我折手 真的 這邊學生真的很尊重老師啊 對 雖然老師薪水不高啦 但是你可以受到 非常大的尊重 好 娛樂 娛樂的部分 在哪裡比較開心 一致又為泰國 泰國就是夜生物 非常的煩勇 如果你今天去 阿嬤那一區的話 真的是 兩步就一個夜點 有沒有 我會選擇泰國的原因 是因為 泰國的娛樂度真的比較高 以百貨公司來說好了 一開門就就 水上市場 花車 展覽市集 泰國這邊很常辦折駕活動 前陣子我才買到三折的客人 三折 泰國是一個非常常折駕的國家 說到衣服行育樂 我覺得泰國跟台灣比較的話 7-11我覺得差別很重 台灣的7-11可以收發包裹 買票 代收戶還 影音列印傳真 如果你初來嫁到泰國的話 你會很驚訝說這邊的7-11 沒有影音機 沒有傳真機 也沒有掃描機 他們有R 好我們剛剛講了 十一住行育樂 接下來我們要講其他的部分 簽證 如果你是個外國人 你在哪裡取得簽證比較方便 這個我們完全都可以 紅森手 來你來講一講你的一清簽證 我的一清簽證我辦了有一年吧 其實我不太意外啦老實說 這片辦事真的是非常的慢 非常非常慢 其實他的手續沒有很難 去註冊結婚 把我的結婚證下去翻譯 翻譯完之後給台灣的辦事處面試 再回到移民署再做一次登記 其實大概兩三個步驟 那為什麼要花一年 就是要等面試還要等翻譯 假設我拿過旅遊籤 學生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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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籤 辦簽證在泰國 絕對沒有台灣方法 你每一個簽證的轉換 最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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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少半年起跳 腦人的點在於 你可能辦完日行政手續 拿去交界 他才告訴你說你少了另外一個文件 只要辦過泰國簽證的人 絕對都會抱怨泰國簽證制度 所以如果你想要移民泰國簽證 是第一個最大的問題 講到泰國簽證我們就是 大嘆氣 我們來換開心的主題 文化包容 在哪裡受到的包容性比較多 因為其實泰國有很多電信人 大家都知道 也有很多洗裝衣服的人 泰國人在看到這些人的時候 也不覺得怎麼樣 就是他們就跟普通人一樣 我也是覺得在泰國的文化包容性比較大 不管你是外國人或是這個社會 比較不主流的那些人 在泰國不能說沒有社會壓力 可是社會壓力沒有在台灣那麼大 比方說你如果在台灣 你開始辦女裝 在泰國就是OK啊 你開心就好啊 在台灣就是 我們被主流社會所接受 怪怪的 但是在這裡主流社會是可以接受 跟他們不一樣的 對 像前陣子不是有拍一個同志的影片 對啊 大家有興趣可以看這裡 對 我就很納悶說 為什麼泰國到現在還沒有開放 我覺得 我覺得在台灣政治制度跑得比較快 可是社會風氣沒有更下 泰國的是社會風氣已經跑得很快 可是政治制度還沒有更下 是兩個平行運作的個體 接下來看下面一個主題 天氣 泰國是泰國啊 天氣是泰風 不要講的話 其實我覺得台灣的氣候是比較舒服 就是熱度的比較的話 後面 4月5月 4月5月 泰國的熱機 泰國有三季 涼季 涼季 熱季 跟雨季 泰國就三季 我真的是非常受不了 真的真的受不了 泰國確實天氣很熱 但是你有冷氣啊 而且你又可以預料啊 在台灣 台風真的是一個比較受不了 所以如果要我選 我會選泰國的天氣 也是耶 對啊 那我改變答案 你會改變答案 沒有原則的女人 我就是沒有原則 這個還蠻說服我的 好我們今天的主題 就大概到這裡結束 我們每週六晚上六點 都會有新的影片 不要忘記點訂閱加小鈴鐺喔 然後我跟Elly 還會有另外一支合作的影片 帶你去吃曼谷最好吃的素食餐廳 如果你想要看那支影片的話 記得點這裡 不要忘了去看那支合作影片喔 那我們下週六晚上六點見囉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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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